HELLO 大家好 我是Crystal 我是多倫多的全職地產經紀 歡迎你來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可能有些觀眾朋友 他的budget有限 但又想在多倫多的市中心置業 究竟加幣40至50萬 可不可以買到一個condo的單位呢? 我可以告訴你 是可以的 我剛好有一個單坊的單位 剛剛拿出來買的 我今天和大家介紹一下 這幢樓是由著名發展商 Tradale 在3年前建好 它的外形設計很有藝術感 這個建築只有14層高 最重要是因為政府不想在那邊建得太高的樓 而影響周圍的環境 這個condo 的地理位置 是同樣地出色 在市中心的黃金地段 你去哪裏 周圍的condo 你一下樓 是甚麼都有的了 譬如Supermarket 任何各式各類型的餐廳 Cafe Pote shop 你想想到你想要的都可以走路 就到了 距離金融街 或者是多倫多大學 華爾遜大學 或者是武器 藝術大學 都是很近的 那一出到Spadana 你可以乘搭巴士 輕便 那個condo 如果一出到Spadana 你走路只不過是2-3分鐘左右 所以你的交通也是十分之方便 這幢大廈是Tried out 在Alessandra Park改建的第一期 他們剛剛推出了第三期的建築 就叫做MRKT 發展商錄了一個影片 介紹他附近的周圍環境 我就讓大家看看發展商的影片 讓你更加清楚地了解附近的環境 然後我再帶大家去看單位 那這個condo的location 就位於Queen West 那這個video 最主要就是show 在這個Queen West附近 究竟有哪幾個地區呢 那這個是Kent Center Market 在那邊有不同類型的餐廳啊 酒吧 這個是歐劇 是術學校 然後有多倫多大學 還有在condo走過去大概十分鐘 就可以去到Chinatown 就是中國城 附近火鍋啊 Bubble Tea啊 麵包店 茶餐廳 燒美店 什麼都有 好 還有距離金融街 亦是差一條大街 即是你一過了Spadana 亦都已經在金融區了 好 好了 我現在帶大家來看單位 那這個是一個studio的單位 那studio 即是它沒有一個正式的睡房 不過你看這個單位 其實它是有一個自己的睡房 只不過它是沒有門 那如果你真的買了一個單位 那其實你可以在IKEA那裏 可能買一個那些櫃啊 或者叫人安裝一個門 那樣咯 這間房其實都挺spacious的 那這個就是廚房 啊 全部都是build-in appliances 那這個醃煮的時候 它都已經是upgrade了去Granite countertop 還有上面也有很多櫃 應該都夠了去放廚房的 用它 這邊是洗手間 這邊是一個dining room area 這邊是一個dining room area 還有一個Living Room 通常市面上有很多Studio 其實床已經放在Living Room和Dining Room 但是這個Studio是有自己的睡房 你自己也多付很多Privacy 還有我們現在都已經放了很多家具 還有很多位置可以走的 這個單位的尺數大概是450尺 單位是在高層11樓 是向東的 所以早上是陽光 如果陽光曬進來其實單位也很光亮 有自己的高層 還有這個單位是可以看到CN Tower 這個Studio 是不是很像一房的單位呢? 我們現在這個單位 當然是40萬9千元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你可以在這裡的聯絡我 如果有什麼問題 你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留言給我 我看我也會回覆大家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